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画 就是登革日 因为二十几年的资料 既然是二十几年资料 我们是可以画成动态图 尤其是看2014年1月 那时候怎么样 2014年2月 那个时候高雄市 那个地区怎么样 有听懂我的意思 然后我们重点是要去看 它到底是扩散 是有群聚 群聚还是扩散 这有什么影响性 当然有影响 如果它没有蔓延出去 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就像那个好像大陆什么 什么肺炎 不是不是 最近的新闻 我没有时间看新闻 好 非典 大陆 大陆 然后现在台湾好像 有疑似什么个案 可是我们 刚刚有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很关键 就是它会不会扩散 会不会蔓延这种事情 好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那登革六 反正这么多年之内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呈现它的动态 首先 首先 那个 我们看各行政区 各行政区 这个居住县市 二居住 乡镇 然后我们的大小 大小用什么 用确定病例数 确定病例数 确定病例数 在这里 跑去哪里了 为什么不呈现出来 他只画了这个 位置 位置 那我们来画 城市 城市这里面有没有 居住 居住县市 假设我先把它改成 居住乡镇 好吧 这就是因为 这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加县市 所以 所以他就会有几个 这几个什么 中区 就是台南不是有中区吗 好 这几个地方 好 好 这是从地图来去观看 地图来去观看 这套软体地图不能画动态图 不能忘记 另外一套软体地图就可以画动态图了 我们重点就可以看到群聚还是扩散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边 我要看的是高雄 让我放大 这个 这个高雄 有看到吗 这几个都是高雄 我把那个县市放在这边 居住县市 放在图里 这应该知道这就是屏东 高雄在这里 这是高雄 这个颜色都是高雄 因为高雄县市合并之后变大 然后再接下来这边 这边是不是台南 所以你大概可以发现 台南好像每个圈圈大小都差不多 可是高雄的话 它有大的大 小的小 有看到 可是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它是聚集在一起的 聚集在一起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 我用的是居住厢这样来去画 我接下来要介绍预测好了 今天还是不要讲那个瀑布图 我们来介绍预测 因为预测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预测 是啊 这是大数据分析 应该要谈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来谈一下预测 好 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 首先我们预测 预测 既然是预测的话 我们可以预测什么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登革日 我们是不是有每年的确定病例数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画出来 画出 用折线图来去画 不可以用直条图 一定要用折线图来去画 各年 所以 我们把发病日 我们把发病日 当做是我们的轴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 就是 确定病例数 我们是不是画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可以了解哦 一定要画折线图 不可以画直条图 因为 只有折线图在 分析里面 才有 趋势预测 那我假设改成直条图 有看到吗 这里面就没有趋势预测 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一定要连续型的资料才能做 为什么一定要连续型的资料 才能做趋势预测 这应该不难理解吧 资料图不就是一个一个单独存在吗 对不对 好 那 假设你今天你要做预测 你觉不觉得 这边我们已经有二十几年的资料 我们可不可以去预测 例如说 未来这一年的登革日发生数 可以吧 例如说好了 假设 假设我现在跟你讲说 第一个数字是4 第二个数字是5 第三个数字是6 那请问 第四个数字是什么 你是不是可以去预测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那如果我今天把这个数字 从三个改成30个 你这个预测会不会更准 会吧 会哦 这样理解吗 机器也是要学习啊 他就是拿这个前面 前面 例如说这一年 1998年发生344例 然后1999年发生68 把一此类推 然后就拿这些数字来去做预测 那当然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判断 预测准还是不准 听得懂吗 这就是我们最后学习的一个结论 如果准你当然就会去用 不准你就不要用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差 这个 如果你把 因为 因为在这么多年里面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做这边的一个 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范例可能讲预测不是那么好 不过还是尽量好了 我把它这样子改好了 然后我预测这边 听得懂我意思吗 这边我就不预测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例外事件 这个是例外事件 你去查 一定可以查得到 2014年第四季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导致它登革热上升 然后2015年第三季 高雄这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是 第四季是台南发生了什么 什么事情 好 反正就是全部Wiki 全部都有相关的介绍 好 所以我现在呢 我现在来去做预测 预测什么 假设我 我的资料到这地方 我有年根记的资料 我现在有年根记的资料 然后呢 我把前面的前面的这些期的资料 我都先过滤掉 来去做趋势预测 好 首先加 这就是他预测出来的结果 这就是他预测出来的结果 可以吗 如果我现在我先说 我先说趋势预测 我以年来做加入趋势预测 他这边 这边所指的意思是 未来这十年长这样子 这个数字对吗 不是对不对 这是预测 好 那有很多 我觉得就是 那个陷入统计迷失 他就说请检定一下 预测 预测 然后把它检定 其实不是要去做检定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 只是点一个按钮加入 他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那我现在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一点 好 请看一下 我要解释 我要请他帮我预测几个点 例如说我只请他画三个点就好了 套用 他是不是只预测三期 第一期在这边 第二期在这边 第三期在这边 可以吗 好 预测几期 再来列过几个点 我从这一个点之后 我都不想要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先多掠过几期好了 我掠过 一 二 因为这不完整一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我就略过十期好了 略过最后十个点 套用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要去描述他到底准还是不准这件事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蓝色线是真实资料 你有没有看到 接不接近 接近吧 这个蓝色点是真实资料 黑色点是什么 绿色 可以吗 接不接近 很接近 好 接下来请问 我们的资料有没有季节性 其实是有的 假设我先测一个点 我先测十二个点好了 好用 季节性 季节性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听得懂吗 好 假设这五年 五年 就是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所以这边季节性 我设五 然后套用 可以吗 这就是他预测出来的 这就是他预测出来的 那为什么 这边你会觉得说 你看 真实的资料是多少 是1052 可是他预测出来的 预测出来的 是不是在 这个还在那个 真实的范围 因为他有上线跟下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真实的情形是1052 但是他预测出来的在哪里 在下面 怎么会是-390 它的上线在1465 下线在-2246 好 等一下 因为这个资料比数太少了 所以我只能再往下 因为通常你在分析 你在给资料做预测 你至少给他30期以上 你要是给他太少 他也预测 不是很精准 那所以我增加其数 增加其数的话 是不是 这边往下扩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这边就要再重新算了 这不是10点了 是40点 40点 可以吗 或者是我不要略过这么多点 例如说30点 有看到吗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事情吗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今天给他越多期的时候 他这边是不是预测出来的结果 这差距就不是很大了 确实的病例数是35 但是他趋势预测出来的结果是402 402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事吗 我稍微把这个资料 以年来去做过滤 我先设小于多少年 2014 然后接下来 我觉得这样看 你会觉得会比较精确 然后我这边我就不用略过这么多 例如说我略过最后10个点 略过最后10个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 就是我整个略过 他从这一点开始预测 这个是他预测的第一个点 有没有觉得还蛮接近的 黑色点是不是在蓝色点的下面一点点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是电脑自动预测 可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值 你要给他 首先这个 你要请他预测几期 你可以自己设 例如说我想要请他 帮我预测五期 那就是五个点套用 然后接下来 这个灰色你知道是什么吗 95信赖区间 然后接下来 略过几个点 我略过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看到 就是预测值跟真实值的比较 因为这个蓝色点是真实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 看你要不要95信赖区间 或者90信赖区间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 然后这边我们要重新算季节性 12345 1234 1234 对因为应该是季节性应该是四个点 为什么季节性是四个点 那个周期性是四个点 对吧 我们曾经看过 登革日是不是春夏是没有什么案例的 秋冬是不是高峰 回到医院是不是又降下去 对吧 每一年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单位是季 所以是不是四个季 周期就是四 可以懂吗 那你觉得他预测的准不准 你觉得他预测的准不准 准 是你说的 真的不准的话 他也不会出这套软件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绝对比你随便去预测来的准 他用的是什么方式 他其实是用那个股票图里面的日K线图的概念 听得懂我在讲的意思吗 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 反正有机器帮你预测 所以请你 请你动手来去做 首先 首先因为我刚刚说那个 那个2014跟2015那个不应该加进去 所以我只能牺牲后面 那些所有的资料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假设你把这边的资料变成G 然后你再去看 你应该会可以发现 这个趋势预测其实还蛮准的 真的还蛮准 你看至少趋势 这边是不是上升 它也是上升啊 然后开始是不是下降 一样下降 然后一样上升 然后上升 请问趋势是不是一致 是 你觉得这还需要减定吗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大数据分析只能做这件事 理解我在说什么 就是假设你星期一莱克数多少 星期二莱克数多少 星期三莱克数多少 星期四莱克数多少 星期五莱克数多少 星期六星期天 好 周而复时你一直去做统计 然后去预测 那个下周一的莱克数有多少 它是预测的出来的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做的事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做趋势预测 时间过得很快 趋势预测重不重要 很重要 下次我想在这边 我再继续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来跟你们介绍趋势预测 你看要是我能够预测 明天总统谁当选 我现在就预测出来了 对不对 我还在这边教你们吗 就算教你们 我至少 例如说 一人收个100万 因为你都已经可以 学会这一招 然后来去看名牌是什么了 对不对 这大数据分析就可以做这件事 那你一定会说 那为什么我不去研究 那个商业性的资料 当时我就来想说 我到底 我到底是要 我对哪一块资料是有兴趣的 我那时候就看一看 我觉得对这个 这叫做精准医疗 我蛮喜欢这一块的 它也是在谈预测 好 所以我那时候才决定说 好去阳明大学 去念这个书 然后还有假设我们今天要去做各县市的统计 性别的统计 年名别的统计 甚至做地理分析 以及最后介绍的预测 我觉得一定要再次强调讲一下 大数据分析的重点在预测 这样可以了解 真的统计也有预测 他讲的是回归 透过回归的方式来协助帮我们做预测 好了 那我想今天我们可能暂时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明天不是选举吗 那个还是一样 注意交通安全 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 就是把那个今天的内容自己回家做做看 我觉得你会收获更多